尤其是 我看房子算看滿多的 可是那個房子 我還有一個印象就是 走進去那個廁所 地板整個是浮起來的 我馬上從那個三樓跑下樓梯 到馬路邊 我人就好了 夏天去看班是有問題的 另外的太陽穴會痛 然後 會起雞皮疙瘩 甚至於 你進去裡面會頭暈 你講這個話 都用 老師一邊講 症狀一邊再上來 把牌屋驚傳鬧鬼 凌遇真相 笑懷眾人 把牌屋買了 先生講說 這是個兇仔嘛 那你就不要關燈 結果回來的時候 有些燈被關了 燈被關了以後廁所裡面 有一個浮地上 穿得像日本時代的那個衣服 那怎麼辦呢 然後就去問那個屋主 不只說 那就是我 公公啊 他說他生前 歡迎收看正正有吃 有主私有財 其實長期以來 我們台灣人大概都會習慣是要這樣 然後你只要結了婚 接下來就想要買房子 然後生小孩 大概都是這樣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房子大概是所有 大概台灣人 尤其華人圈大概都是這樣 它是這一生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 但是有兩種房子 在現在很引起大家的注目 不過必須說 第一個 八字不中的人不要碰 第二個 不懂法律美尬的人不要碰 聽了你就知道 這兩種 一個叫胸宅 一個叫做倒台屋 如果真的講到買賣房子 我們明明是同道 但是我也不知道 它就是對房地產 就特別有一套 來 包租公 是 你律師跟房屋之間包租公 對你來說哪一個算是主業 兩個要並重 兩個要並重 律師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會讓人家信任 加上律師 房地產就會讓人家更加信任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有共同特質 其實不動產有很多的Mega 不是說跟一般的法律相關 比如說預售屋或是凶宅 這個其實都充滿了很多的 這個可以跟人家討論的細節 這個明明剛好是很多的 好 既然要講說細節 那請問一下 你有碰過像譬如說 像不管是法拍物或是有這些 那這裡頭有悲慘的例子的嗎 其實買法拍物 重點說第一個就是 你的資金要充足 因為一開始 這個兩到三成的保證金之外 尾款很多 七天內之後就要補足 那曾經在台南就有個單親媽媽 是莊媽媽 結果他就去 單親很辛苦 就標了一個法拍物 才兩百多萬而已 結果他出了四十幾萬的 保證金得標了 他很開心 結果七天要繳足這個尾款 就去各大銀行去詢問 結果每個銀行都不帶給他 他才知道說 原來他標到的是一間凶宅 那上面都沒有告訴你 都沒有寫 就跟他說 那我就去債權銀行跟他帶 因為債權銀行你法拍 你總應該要帶給我 結果沒想到連債權銀行都不帶給他 那這個事情就很糟糕 因為後來變成重新法拍 結果大家都知道是凶宅了 得標金額就很低 結果他四十幾萬的保證金 被人家扣了三十九萬 那才拿六萬塊回來 那真的很慘 好可憐 當時這個新聞鬧很大 然後連經管會都出面 經管會說 你債權銀行是凶宅也沒有告知 竟然人家得標之後 貸款也不帶給人家 這個太嚴重了 最後來講一講 在群陽還滿有良心的 願意吸收 他是有良心還是 做於輿論的壓力 應該都有 但是重點是 莊媽媽好不容易的三十九萬 終於拿回來了 那也因為這個事情 我們立法院就修法 通常是抗爭就會修法 過去這個凶宅在法派公告裡面 是不用告知的 那經過這個事件之後 去修我們的強制責引法 以後包括說凶宅 或者說有這個火災損害的 或者地震屋 都要在法派公告裡面住民 那我們一看說 那以後就OK了 我們只要看法派屋公告就好對不對 不對喔 我有仔細去看 最近的法派屋公告 法院怎麼寫 他說 他不敢保證的話 還教那個 要去拍訂的一個方法 說請要拍賣的人 參加拍賣的人 自行巡查那個鄰里機關這樣 因為覺得很好奇 法院是公權力單位 對 他有權力去調查或不調查 叫我們要去法派的人 自己要調查 他不敢保證這樣 不是 你剛剛這樣講 其實一般像現在買賣 大家都知道 那個仲介的單子上面 都會有田 是不是海沙屋 是不是凶宅 什麼都會有 平常那為什麼你法派 你不揭露這些資訊 以前不用揭露 可是現在依法是要揭露 但是個案裡面 不揭露的比例還是很多 那法派屋 其實我們提到了 第一個資金不足的風險之外 還有第二個點交的問題 最常碰到就是說 他如果有帶租約的 那帶租約就不點交 可是這邊有個迷惑 一般他們會製造假租約 通常我們租約都是一年一千 通常假租約因為沒有公證 不能超過五年 我既然用假的就用最長 所以那個租約如果是五年 通常是假的 所以如果有人要冒這個風險 然後去標一個 帶五年的租約不點交 得標之後再跟他拚拚看 提官司確認這個租約不存在 通常法官會去確認說 他租約當然拿得出來 可是你有沒有交付租金的憑證 如果確定租約不存在 就變成是點交 可是點交的問題 實務上大家覺得 法派屋一般人最好少碰是因為 憑良人講 你還不是擔心白盜的問題嗎 那些很擔心的都是 等到你要到那個地方以後 發現那個屋子裡面 要不就是一堆人住在那個地方 要不就是把你搞成什麼樣 還有第三個就是 那個好不容易得標了之後進去 門一打開 那個債務人心裡很生氣 我房子要被罰拍了 我就破壞他 所以把那個所有的開關 通通拔掉 電線抽走 還有他怕你馬桶破掉 所以把你馬桶灌水泥這樣 怕你馬桶破掉 所以連那個廁所都不能用 那第四個風險就是有 產權糾紛 像得標只有持分的 或者說他只有地上屋 沒有地上權 所以其實買法派屋 媒媒格格很多 當然越多人搶標點交的 他的金額就會越高 可是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像這種法派或什麼 它就是因為有利可圖 所以才會有很多 因為你到了法派 一定是因為你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問題 到那個地方拍 價格一般都比較低 如果順利的話 它是一個有利可圖的地方 一拍二拍三拍 那一拍二拍三拍 就八折八折再八折 就是你大概是用 六四折的一個價格買到 然後你可能如果順利的話 像剛剛蔡律師講的 海蟑螂的問題你也處理了 然後又重新的裝潢 重新的整理房子 再專售給別人 那一定的利潤空間是有的 包括我周圍的朋友們 有幾個是專門從事法派屋的 他們確實每一間的屋子 利潤情況不太一樣 那有的是賺兩成 有的是賺三成 但當中有一些know how 包括它要跟白道的關係很好 要跟黑道的關係也不錯 要更好吧 要跟銀行的關係也很好 因為它有可能 它其實沒有那麼多的資金 但他們就是一組人嘛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裡頭的 細節算是蠻多 不是一般人那麼輕易 就可以賺到錢的 那我忍不住花個一分鐘 講我自己的一個經驗 其實 你買過法拍屋啊 我很多朋友買法拍屋都賺錢嘛 那我就想說 我把風險降到最低好了 我就呢 有一次就看到我們家附近 我非常熟悉的一棟社區 然後有個法拍 也是這個反正有公告 法院有公告 立刻去拍 立刻 就想說在拍之前 因為他也是不點膠 那為了知道說 它的屋況到底好不好 還是費盡心思 舉例它是十樓 費盡心思敲了十一樓鄰居 樓上的門 我就問 對看格局嘛 你要了解一下 到底屋況怎麼樣啊 結果對方這個就認識我 就認出我 然後對方就說 老姐你不用買了啦 那一間喔 現在呢 是沒有人住在裡頭啦 可是呢 它是隸屬於某大哥的啦 所以你真的不用買啦 你會耗盡心思 那我覺得想一想 這個每個人發財的命不一樣 喔 OK 所以你就真的放棄了 我就真的沒有買 結果最後得標是十一樓 他就這樣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要 因為那是對的 你要看一下格局 要看一下 每個人都來問他 我跟你講 真的不要那個大哥的喔 結果就 他就投標只有一個人 他就投標 沒有我跟你講 這種情況 通常如果是燕利 真的硬下去買喔 最後他的一隻腿就不見了 所以這麼恐怖啊 很恐怖 就是當大哥鎖定那一戶的時候 他就是要 他會去跟他底下的人 去代操業者 代法拍業者講說 已經挖的 你不要碰 你不要碰喔 嗯 就講好了 那總是會有一些 不明白的 突然間闖進去的 這種 法拍界的菜鳥這種 不跟人家混的那一種 因為你把我的那個 發財的字路買 因為他們是這樣 我向好這一間了 可是我已經同時 已經賣給別人了 已經先賣掉了 已經賣給別人了 因為我已經談好價格了 所以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因為這樣我錢都收了嘛 你不是要害我嗎 所以這件事情 他非得表不可 不管多少錢 他都要買得到這樣 然後 只有一個東西可以買 是說 那一戶是我認識的 可能是我的阿姨 我的朋友 整天去他家混 我知道他到底欠多少錢 他搬走之後 他不會破壞他的屋況 而且他真的可能是 忘記繳貸款 或是真的破產了 只好給女兒去照顧 這一種才可以買 但是這種大概 一百間 只有一千可以買 所以有99間都不能買 但那99間 利潤都很高 法派有很多的一些問題 我想說 八字不中 或法律不懂 雖然你看到 人家利潤有這麼高 八折八折 再八折 再打下去都骨折 打到骨折那種 但問題是 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一進去 那真的就是一個 災難那個開始 可是就算懂的人 一生 就算懂的人去玩那些 也不見得都能夠無往不利 買法白無不點交 解決方法 傷錢又費時 通常你買到 不點交的房子有兩個 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談判點交 那通常這筆錢 大概就十萬 有時候甚至五十萬 都聽得到啦 那再來就是起訴點交 就是走法院 打官司 可是要注意囉 這個時間非常長 而且你要花律師費 還有房子的裁判費 好 就算最後給你勝訴了 到最後要強制執行了 還要有個 你拿得出來嗎 這個就要非常注意 雖然你看到人家利潤有這麼高 八折八折 再八折 再打下去就骨折 打到骨折那種 但問題是 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一進去 那真的就是一個 災難的一個開始 可是就算懂的人 一生 就算懂的人去玩那些 也不見得都能夠無往不利 對啊 之前就有一個很有名 就幾年前 這個房地產 房市還看好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 好像都媽媽很有錢的樣子 這個劉媽媽 她就 這裡有一間地堡 大家搶得要命 然後好不容易 可以出來法拍了 結果她就把它標下來 2.8億 然後繳了多少保證金 4千7百多萬的保證金 結果後來大家就想說 哇 這劉媽媽厲害 被她搶到這個 好的地堡的房子 沒想到過幾天後 劉媽媽氣標了 為什麼 因為她那時候被央行盯上 銀行不願意放貸給她 所以她出現了1億多的缺口 她沒有錢 所以她不得已就只好氣標 那大家要知道 這個4千7百多萬 簡直可以再買另外一間房子了 就這樣子被法院沒收了 所以法拍屋口袋不深的人 千萬不要碰 因為一個禮拜以內 要把所有的資金要掉出 應該事前就先去 把那個貸款的部分先談好 因為光七天是辦不好的 對 要事先談好 OK 可是其實剛才講到 我一直印象當中最深的是 對 大哥我沒有碰過法拍屋好不好 那我一直印象最深的是 法拍屋其實最大的問題 通常對一般人印象都是 進去以後那裡面又是恰黃恰厚的 或就是海蟑螂嘛 就在那裡面 對 林老師有很多時候 其實那種點椒的問題 是我們一般人會覺得最頭痛的 對 對點椒的問題 點椒的問題最頭痛 我有一個朋友 他太太一直要他媽媽 希望他這個別墅把它賣掉 是在東湖的一個大別墅 那後來呢 他媽媽就是說他死都不會賣 那有一天他媽媽被他們逼急了 活了 他說我實際要死在這個房子裡面 沒想到媽媽真的在裡面就不要 那就變成了一個兄仔了 兄仔那但是呢 就是大家兄弟呢 就是要分嘛 不是只有你嘛 他原來想說這個賣掉以後 兄弟都可以 大家可以分到一點錢 結果那媽媽不賣要死 裡面你這一下慘了 然後你是不是要繳貸款 貸款大家都不繳 我看你 你看我 到最後變法拍屋 法拍屋他們又捨不得了 大哥呢 就去請了他朋友這個黑道 就全部的幫派通通進駐 進入他家 那也 這一下子慘了 這一下就像剛才講的 千月千五年 每天 所以你來看房子的時候 這邊 家在打麻將 那邊在弄添酒牌 自己看 自己看 OK 喜歡就來 那誰敢買啊 如果這樣 還有小弟 亮腔 喔 喔 喔 是 是 後來就有一個白目的 就是白目的 就如願利誘去喔 對 標道 標道已經給一個傻眼了 傻眼後來就 就談判嘛 談判就是給了 當年 付了150萬 他們才願意走 這個人標道雖然是付了150萬 問題也解決 還沒解決啊 就是裡面不好住嘛 所以 我們幫他去進化才知道 原來過程是這個樣子 喔 就是媽媽那一段 就是媽媽 所以老師也收150萬走了就對了 對 我收250 所以 因為那個不走了 因為那個不走了很麻煩 對 後來你就是在裡面 就真的幫他 就是這個很妙喔 這個人居然答應他 願意把他當祖先供奉 因為媽媽不走嘛 所以那個新買的人 把那個在裡面 先生的媽媽當祖先供奉 對 喔 就不走 我乾脆就跟你一起住 那沒關係啊 你就住這裡 那我就 就不要打擾我就好了 那我就幫你當媽媽 當乾媽媽 喔 媽媽也心安了啦 對 對 而且媽媽也覺得 她實在要住這裡嘛 她比她自己的子女要好 對 好多孝順多了 對 這是協商談判的一個過程 協商談判很棒 OK 可是不點交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一真點交不點交 差別非常大 你要花的額外的錢 非常非常多 對 因為通常你買到不點交的房子 有兩個 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談判點交 說白了就是 給人家一筆錢 讓人家好好的搬離開 乖乖地搬離開 讓你搬進去 那通常這筆錢大概都十萬 有時候甚至五十萬都聽得到啦 那再來就是 起訴點交 起訴點交什麼意思 就是走法院打官司 可是要注意囉 這個時間非常長 而且你要花律師費 還有房子的裁判費 好 就算最後給你勝訴了 到最後要強制執行了 還要有個單保金 你拿得出來嗎 這個就要非常注意 你們各位 成功地說服了我 就想都不要想法派屋 我目的就在這個地方 我還要再加 你還要走客 如果你這個大樓出現法派屋怎麼辦 不是你家樓下的 對 有人說這樣會影響到 整個大樓的房子 會 我們講林口有一個很知名的社區 當初建商賣得非常好 一瓶二十八萬左右 列印你也知道這個案子 然後呢 後來蓋好了嘛對不對 交屋了嘛 然後過了一兩年 就有一戶就費法派了 然後那時候建商還在慢慢交屋 想說糟糕了 我還在交屋就給我法派這樣 所以建商無論如何居然把那個法派 買下去一瓶二十萬 想說只跌了 不對啊 還有更多法派屋就出來了 建商沒有辦法每戶都買嘛 所以只好就放五朵 就十八萬就賣掉這樣 從此以後那個社區房價 一落千丈 每一戶在拋售的時候 都要配五百萬以上才能賣得掉 氣數已盡 OK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剛才講到的法派屋的過程 當然一般法派屋不外乎 就是財務出了狀況或什麼 但是剛才講的幾個例子裡面 也有因為發生了一些包括凶宅的一些的案子 跟法派之間都扯上一些的關係 可是如果真的講到凶宅 因為最近 最近實務上面你會發現有很多凶宅 尤其是特別媒體有一些報道說 譬如台北市 大家都知道有很有名的凶宅 然後那裡面那房屋一轉手 結果後來發現那個人賺多少 所以有很多朋友說 人家都講說那種房子其實怎麼樣 但我就講第一個先去算算八字 然後看八字夠不夠重 第二個 中間相關的一些過程 總是要了解一下 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一些事 譬如說如果真的講到凶宅 最終什麼叫凶宅 在法律上是有定義的 凶宅 其實內政部在97年有做過一個函室 大家可以看第二點 就是賣方在產權持有期間 在建築改良物專有部分 曾經發生凶殺或自殺而死亡 所以這邊很清楚就是說 他只有針對那個專有部分 所以曾經有一個案子 專有部分可不可以讓大家 比較口語化的就是 就是一間房子 別間的不算 那曾經有一個例子發生就是說 他去買這個房子 結果簽約之後 那個媽媽身體就渾身不舒服 他覺得奇怪 為什麼買個房子會渾身不舒服 後來去打聽之後 對面的那個房子 十年前 房客那個燒炭自殺 對面 對 十年前 然後隔壁的 五年前 房客燒炭自殺 結果這個房就被兩個 房客燒炭自殺包圍了這樣 他剛簽約而已 他就不想買這個房子 就去打官司說 希望能夠解除契約 可是你怎麼打呢 因為你的房子不是凶宅 所以法官就認為說 根據這個解釋 那個只有專有部分 才算是那個凶宅 所以他就敗訴了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還有在專有部分 有求死行為致死 就是說如果有人從三樓跳樓 他跳下來的時候 還有那個呼吸 那三樓算不算凶宅 是算的 三樓掉下來 如果掉到那個中庭的話 中庭不是專有部分 所以不算 不會整棟變成那個凶宅 那第三點更有趣 他說不包括在專有部分 遭砍殺而沉失他處 這個我們就要用電影來看了 你那個臨屍演員 蹦 一槍 然後就倒地而亡 那比如說在二號被打了一槍 那二號就是那個凶宅 比如說今天我是小馬哥 裝一下 那個都打不死這樣 他可能 然後從二號跑到四號 最後再六號 對對對 那二號四號都不算凶宅 六號才算凶宅 對 所以凶宅定義其實很明確的 還蠻嚴重的 這個 我有一個學生的家 他那一棟大樓 有一個人從十幾樓跳下來 結果掉到 你知道有的樓是 我有一個樓 有樓 他就那個樓掉下去 結果那個樓的主人 不讓他 不讓那個警銷人員 從他家抬出去 對 不讓他在屋裡過 對 那到底這一副算不算凶宅 那個樓 如果這樣樓算不算 如果是專有部分的話 就社會變成算 那其實實務上 法官並不是只有 包括凶殺 自殺 就是說 像有的是那個 一氧化身中毒 或是意外死亡 就是說法官認為說 這個發生這件事情 會不會引起人家嫌悟 會不會害怕 重要是說 會不會影響房價 所以事實上很多的案例 不是自殺他殺 法官也認為是成立凶宅的 這個案意外的話當然 意外也就算 可是剛才講到 那個過程當中 像您老師講這種 所以你看社會新聞 會有一些 就是有人講說 你不要從這裡過 寧可用吊車 對 當然一個是心理層面的問題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在實務上會不會被人家解讀成 會變成凶宅 沒錯 這個就是在實務上大家擔心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要是 在露台上面那個 你剛剛講說 那要看是不是要專業的部分才算 對不對 可是 這些如果真的這樣講 我 我覺得要問死衛 我不如問 艷莉 因為問死衛 他一定會跟你講 你千萬不要碰 你要我告訴你的 他一定會跟你講 你不要碰 你敢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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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碰 他就這樣講 對 你敢不敢嗎 我告訴你 這個不碰 好不好 不是 像這些一般來說 每天最近看新聞都講說 有人在凶宅買賣 最近還有不管從香港到台灣 到中華都很多人凶宅買賣 獲利翻倍或什麼 真的像這種真的獲利很多嗎 凶宅至少是 的一個狀況 但是還是要 法牌屋驚喘鬧鬼 領異真相 笑懷眾人 法牌屋買了呢 現在是想說 這是個兇宅嘛 那你就不要關燈 結果呢 回來的時候 有些燈被關了 燈被關了以後 廁所裡面 有一個不記上 穿著像日本時代的那個衣服 那怎麼辦呢 然後就去問那個屋主 屋主說 那就是我 公公啊 他說 他生前 最近還有不管從香港到台灣到中華都很多人凶宅買賣 獲利翻倍或什麼 真的像這種真的獲利很多嗎 凶宅至少是打五折的一個狀況 但是還是要看地段 其實凶宅有分打五折跟打七折 對 五折跟七折 因為他們有分 大雄跟小雄 什麼叫大雄 大雄比如說有那個殺人 然後又分屍的 OK 那你說有些凶宅其實不嚴重 像有些老人家是生病枉生 生病枉生應該不算凶宅吧 沒有 可是他停屍很久 他可能過了一個月之後 隔壁才會發到味道 所以停屍很久 在房仲業的立場來看 買賣關係的這個習慣來看 也會被當作是凶宅 所以凶宅因素不同 那個打的折數就會不一樣 OK 所以還是問 十位 那個 雖然他有投資了利潤的空間 但是一般人 一般人不認真 因為我們認識的一個朋友 是有做過凶宅的 然後他賺凶宅賺很多 因為三成買 那個原價賣 所以賺了七成 很好賺 一千瓦 問題是你三成買 我為什麼要原價 原價買 不是啊 我就過一手嘛 我就漂白一下 不就變成新的了嗎 我可以用黑心的方式 讓你覺得這不是凶宅 我買一個 那個上吊噴雪房子都沒關係 把它噴成白色 然後就可以原價賣了 所以這樣子賺很多錢 一千萬的房子三百萬買到 然後就一千萬賣掉 多好 有些還帶租約之類的 可是呢 他賺了成功之後呢 出去就被車撞 騎摩托車就拋錨 這是他自己說的 就是衰到衰了三年 所以那個三年之後 他從此不敢再碰胸宅 你們都知道是誰 所以大概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從新聞買胸宅 那個是走殯葬業者這個系列的 就是新聞就是 洪若潭命案不就是醫生去買 因為醫生看血多水不怕 什麼薑紫萃分屍案 這麼有名的案子 就馬上衝過去買 冰上業者是這樣的 我朋友也是這樣 他們家出了一些狀況 然後那個家裡有人往生了 在家裡往生了 好 業者來服務 手腕之後說 我幫你處理啊 好就五折賣就賣掉了 這時候你家裡出事了 然後當然就能出就出 就臉不見為盡了 所以他們處理之後呢 當然就原價賣出 就是就賺很多錢 所以大概是這兩個方式 但是你真的 你的專業不在於 房地產的行情 在於林正義老師的專業 才能夠去買 對 能不能夠清 他就解得掉 因為他在裡面時間久了 對不對 就要花250萬 對 林老師 在過程當中 有沒有人家講說 因為房子裡面 好像感覺上就是要買兇宅 或是有什麼什麼 請你去幫忙處理一下 像這樣的 有 就是經常會有這個買主 那它就是說 發生了一些怪事 那之前有一個 我拍屋買了呢 他的先生想說 這是個 兇宅嘛 那 你就不要關燈 就整天把燈 就開始 他自己住 他就有黑 然後他才會來 對 所以燈只要亮 白天他就不敢來 對 然後結果呢 不是這樣子 他回來就罵他老婆 因為回來的時候 有些燈被關了 然後就開始罵老婆 他說我不是叫你不要關嗎 你怎麼老是關呢 然後就這樣吵 就是夫妻就為了這個燈吵 老婆就說見鬼了 我沒有關 老婆 然後就說你找我吧 對 老婆就那一天呢 就不出門 也不那個 就在家裡等 他就發現燈被關了 燈被關了以後廁所裡面 有一個不機上 穿著像日本時代的那個衣服 那怎麼辦呢 然後他就去查 查說這是誰的法拍 然後就去問那個屋主 屋主說 那就是我公公啊 他說他生前都很省電 所以他的習慣有關係 所以他說你關了沒關係 我公公還算和善 可是他因為 我幫你關燈就對了 對 你要是關了燈 他還不會出來 你不關燈 他就要出來關燈 就會變成這樣 林老師 我們一般人說實話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除了 譬如說一般來講 新聞知道 或是現在有人說 你就到附近的派出所 或鄰居旁邊去問一下 到底是不是凶宅 當然現在仲介那上面 也有想說 你要寫是凶宅 因為如果不寫的話 那也是屋主舔而已 屋主不舔 也是說謊 你也不知道嗎 你不要小看這個說謊 很多人都在說謊 真的 市場上很多在說謊 如果沒有告知 這個會構成炸氣 對啊 很多人說謊 我補一個案例 就是在一個知名的女藝人 那他爸爸就去買這個凶宅 他當初是用兩百萬買 買了以後轉手賣出去 用四百萬賣出去 所以是賺了多少 兩百 結果後來呢 就被告詐欺了 法院就判了有罪 而且現在打到二審 二審法院也是 還是判他有期徒刑 一年的徒刑 只是可以緩刑而已 在一審的時候 是連緩刑都沒有 所以這是會有詐欺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沒有在揭露 那是個凶宅 對 他刻意 可是如果我們一般人 當然你說有仲介 然後會被告訴你 可是我也擔心有人會被說謊 那我們一般人呢 林老師 我去我怎麼去判斷 你就冷 就覺得是嗎 身體不好 當然夏天去看發冷是有問題的 另外的太陽穴會痛 然後會起雞皮疙瘩 甚至於 甚至於 你進去裡面會頭暈 會一直暈眩 老師我現在 你講什麼說有 老師怎麼會 沒關係 因為我在 老師一邊講症狀 一邊再上來 就是說你進去裡面 然後看一看那個 烏角 烏角 為什麼 一般陰的都藏在烏角 對 會有一種壓迫感 所以烏角看一看 你沒有啦 烏角真的有個人 好看 我自己啊 就是為那個買房子租人家 所以有的人說是月人無數 我是月屋無數 然後有一次我在板橋那個文化路 一個那個舊公寓的三樓 好奇怪 就是我看房子算看蠻多的 那我就是進去 我人覺得很舒服 就覺得這個房子 還不錯 可是那個房子 我還有一個印象就是 那個走到走進去那個廁所 以前古早期的那個浴缸 現在馬賽克是四方形的 以前馬賽克是那個 橢圓形的 圓圓的拼的那個浴缸 那很古老 很古老 那個老房子 那要好好保存 那快可以列古董 這樣 可是我不敢看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那個地板 整個是浮起來了 然後那個房子竟然是扭曲的 就是我人生 唯一一次看那個房子 竟然會覺得身體不舒服 你送流感了 房仲不是不是 房仲陪我去 沒有 我馬上從那個三樓 跑下樓梯到馬路邊 我人就好了 然後房仲問我說 蔡律師怎樣 那個房子怎樣 我說我不要看了 我就離開了這樣 所以我判斷房子 有沒有問題 就是像林老師說的 身體有沒有出現狀況 這個所謂的到底有沒有 你很難去證明 你怎麼去證明這個 實務上也有那種就是 有人跟你說我看見 然後記者去也說 就你很難說 每個人都看到 那怎麼跟他說這是兇宅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法律上 講究的還是證據 讓證據來說話 像前陣子就是 三重有一個民眾 一個女民眾 女子買房遇兇宅 告上法院 確敗訴 她跟A女買的這個房子 15年前竟然有人 在裡面上吊自殺 雙方都不服都上訴 上訴了以後 這個高院的法官 她就有不同的見解了 她認為說 這個兇宅是個人嫌悟的問題 更何況 你這個B女 你後來要求仲介 給你買回去 仲介又在 還手賣以後 仲介還賺了200多萬 快300萬 那這個算兇宅嗎 所以後來就判了 對A女不用陪 像前陣子就是 三重有一個民眾 一個女民眾 她也是想要買房子 結果到處看房子 那因為是人生中非常重要 買房子是一件大事 對 所以她不僅 自己聽電視去看 她還帶了她的好朋友 她的好朋友也是 自認為有這樣一個 靈異體質的一個好朋友 所以她非常喜歡 某一間房子之後 她第二次她就 帶她好朋友去看那間房子 就一走進屋子裡頭 她的好朋友就跟 這個小姐說 快走 你不要買這間 然後她好朋友就很難過 就很緊張問她說 為什麼我第一次來看的時候 我很喜歡 為什麼不要買 就她好朋友就繼續跟她說 你千萬不要買這間 因為我看到天花榜上 有一個穿著紅衣的女生 在這裡上吊 那她有信以後就起了疙瘩 當然 對 所以她當下她就問屋主說 屋主你不要騙我 你不要騙我 這裡是不是真的有人 在這裡想不開 或是有其他意外事件 或是真的是上吊 屋主就說 我幹嘛騙你呢 就真的沒有 就真的沒有 可是她的好朋友 又一二三三三跟她說 你真的不要買 這裡真的死過 而且這個死還是死得 非常的難看 帶有怨氣的死 所以後來這個女生 她就當然是沒有買 可是因為她很喜歡這個房子 她又覺得屋主沒有跟她講實話 氣無法 一氣之下她就 打電話給水果日報 她就要請水果日報出來主持公道 那當然水果日報 她們就也真的是煞有其事 她們就派了記者 去做實地的勘察 記者也沒有靈異體質 記者也不是林老師 也看不到任何有的沒的東西 所以後來這件事情也沒有下文 那只能說 確實屋主沒有騙這個民眾 對 這個房子進去裡面 看房子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有沒有 地福林 因為那個是以前的存在 地福林是什麼 地福林就是 他死在 原住民 原住民在這裡 他先住在這裡 他最早在這塊地區住 他埋在這裡了 所以很多台灣人拜地基祖 就是說他碰到 之前都沒事 那我怎麼還是蓋的新屋 結果為什麼會碰到 我一個客戶 他買了一間 就是重新蓋的 那 那個地基祖晚上他在睡覺 從這邊跳過來 這邊跳過去 跳到他媽媽都已經沒辦法睡覺 所以那個你就要供奉了 所以其實剛才我們講供奉 把他當祖先 那你就把他當地基祖供奉 也OK 但是拜的時候要小心 拜的時候你讓他到外面吃 就是說 如果你有陽台 外面是房門外面 你廚房 通常廚房在後面的話 外陽台 對外面 你在裡面拜 桌子放外面 那他以後他就會 在外面吃 在外面吃 對 他習慣了 他就跳就在外面跳 他就不會進來跳 他不會在你睡覺的時候跳 對 他就不會 其實台灣有個建商很有名 他案子十個有八個 都是出事的 那就是公關事件 就死在裡面這樣子 你等一下私下告訴我 我真的還會 好 那是這樣 比如說 這就不是凶宅啊 因為他是凶工地嘛 因為他不特定嘛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哪幾棟出事 像新莊就有一棟很有名 蓋好兩年 只賣掉一戶 他是個大坪數的規劃 那經常覺得奇怪 為什麼老師賣不掉 當然要開高價 可是後來降價了 還是沒有人要買 對啊 像他的林口一次就六個 活埋六個這樣 那這件事情我也沒有跟林口人講 可是他們住那個社區的人 大概知道 因為六個太有名了 當然也有造成很大的新聞了 可是他們只能假裝說 我沒看到沒看到 我不知道 我回家就回家了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看房子真的很擔心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做這種事情 不用不一定要帶老師 因為帶老師太貴了 250算不是每個人付得起這樣 但謝律師也太貴了 小五哥你也很貴 出場一次 但我也看不到 你看到我也不知道 你有法律嗎 你可以帶小孩 別人比較好 小孩 因為小孩如果遇到比較不好的環境 或是比較 他覺得不舒服的話 他會躁動 但這聽起來有點怪 帶小孩去測試有沒有兇這樣的 帶寵物 抱著狗或是貓 如果說你的寵物抱在身上 你去看那個房子 他都乖乖的沒怎麼樣 或在地上也乖乖的睡覺 那就沒事 如果說他看得到的話 就會對著某個地方 就知道那是有東西的 OK 大概就這兩個房子 以前要叫過百聞鳥 可是百聞鳥後來我們知道 是聞瓦斯有用的 所以帶這兩個稍微好一點 你如果帶狗去 他願意在這個房子 小便或大便 就是表示OK 真的 但是那個屋主過OK 沒關係 他會說你幹嘛 那個寵物在我這個地方 耍明大便 你頂多就把它清乾淨 然後跟他講對不起 但是這個房子 但是如果寵物願意在這個 表示沒有什麼狀況 尤其是你家養的狗 因為牠也要住 牠們很敏感 非常敏感 狗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用聞的 你說人還是狗 人人人人人人 人如果進去聞的話 有那種就是生病的味道 臭臭味 就是人的 台灣話叫人喊 就是人的味道 如果還停留在裡面 那個房子就不乾淨 就不好就會有東西 那個講科學 我們就叫梅菌嘛 對 不過其實剛剛講說 可能小孩跟寵物 對這些東西會很敏感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一個網路上講說 對 有一個家裡面 那家裡面呢 就是爸媽帶小孩這樣住 結果小孩就跟媽媽講說 媽 我們家的浴室 有一個老伯伯 每天在那邊 然後每天 哪有老伯伯 我們家就我們兩個人帶著小孩 然後每天小孩說 媽 我今天會看到那個老伯伯 然後想 真的假的 我的媽呀 我們家怎麼會這樣 對 那個老伯伯 是無念真無道 因為他在馬桶上面 他有賣馬桶 上面 他的照片 他擺在那 那小孩就一天到晚 看到一個老伯伯在那 這網路上笑話 OK 可是小孩有很多 大家都說小孩 因為可能天靈蓋還沒有風 所以他可能會知道這些 但是 凶宅是我們法律上 一般這樣講的 我不曉得 他就是 鬼屋 有很多人講到凶宅 直覺想到鬼屋 其實 法律上定義的只有 那個凶宅 那如果是鬼屋 你說叫法官去 感覺那個鬼屋 他也沒辦法 那個鬼屋 大概只能搬個板凳 開始跟人家收門票這樣 所以那個 法律上只有凶宅 沒有鬼屋 一定要舉證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有這個自殺他殺 或是意外死亡 的這個特定事件 才會構成 不然只是一個鬼屋 是空泛的概念 這個沒有辦法成立 可是如果是一般講的話 我知道有些人 像凶宅 反正有人就說買 不只住 或是要投資 時間只要久了以後 反正誰記得 是不是凶宅很重要嗎 對啊 像食物上 舊法官就是這麼認為 我這邊有一個案例 他就是A女 她自己有一間房子 住了九年 然後她賣給B女 那B女因為她要結婚 她想要添購新房 所以呢就賣給B女了以後呢 結果住住住結婚高高興興 B女有一天發現 天啊 她跟A女買的這個房子 15年前 竟然有人在裡面上吊自殺 所以這個B女就非常生氣 就上法院就告了這個A女 但是A女她上法院她說 我在買的時候 屋主沒有跟我講這個是凶宅啊 而且我住了九年 我也都健康平順了 家裡也都發展了 家大業大的都沒事啊 那可是一審的法官 還是判這個A女必須要 賠給這個B女 兩百多萬 因為她認為這個是凶宅 但是雙方都不服都上訴 上訴了以後 這個高院的法官 她就有不同的見解了 她認為說 因為第一啦 這個屋主當初在賣給A女的時候 她並沒有講說 她太太在裡面上吊自殺 第二 因為這個A女 她在住的這九年當中 並沒有發生所謂這個非死亡 非自然死亡的事件 所以根本不是凶宅 第三法官認為 這個凶宅是個人嫌悟的問題 你自己感覺了 自己的feel的問題 更何況 你這個B女 你後來要求仲介給你買回去 仲介又在轉手賣以後 仲介還賺了兩百多萬 快三百萬 那這個算凶宅嗎 所以後來就判了 這個A女不用賠 賺喔 賺得很凶 對啊 賺了兩百多萬 所以法官也認為說 你這個凶宅 只是個人自己心裡的關係而已 可是如果真的講的話 因為現在很多媒體上報導 因為媒體上報導 包括有人會講說 台北幾大凶宅 或什麼什麼 甚或我有一次看到一個標示說 越凶賺越多 還有人用像這樣一些標 所以真的是有人專門 看凶宅買 有些人他還是會對凶宅 其實會滿親有獨鍾 因為如果不是自己住的話 那淘寶率其實也還不錯 以大台北地區來說 最有名的凶宅就是景星大樓了 過去這三十年來 因為歷經兩次大火 話又有人想不開等等 過去這三十年來 大概有二四位 二四個人在那邊往生 其實一般人會買景星大樓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他的 因為他是凶宅 所以他的那個租金 他的租金一定是比較便宜 那有些人就覺得說 反正大台北地區 現在的那個租金投票率 普遍是在兩趴以下 那因為這個景星大樓他是凶宅 所以買起來 然後又很多是小套房的格局 買起來總價也不是很高 那我租的稍微便宜一點點 很好租 附近還是會有一些 八道行業的小姐覺得 租那邊租金比較便宜嗎 可以壓低你的生活費等等 所以一般來說 其實那裡頭 就景星大樓裡頭 他有幾間小套房 他的租金投票率 大概是可以來到三趴左右 所以有些還是會覺得說 投資類似的產品 反正不是自己住 都差 那像前幾年有一個 成交的一個案例 算是小有獲利的 他是在2014年年初 因為2014年是房價的一個高點 他是年初買的 他買的是2020萬 到年底他就立刻賣掉 他是賣了3600萬 所以等於呢 短短一年就獲利 1600萬的一個情況 可是不是每一間都這樣 不是每一間都這樣 短短一年獲利1600萬 這是實價登陸的一個價格 那如果他沒有動手腳的話 對我要強調是 這個實價登陸揭露的價格 如果他沒有動手腳的話 對 那可是不是每一間都是這樣 那起碼說 這一間是這歷年來 賣的行情比較好的一個價位 因為剛好提到2014年是房價的 一個高點 所以如果你是這幾年要轉手的話 你就會覺得壓力比較大的一個情況 不過話說回來 因為景星大樓的故事真的很多 包括什麼睡覺摔到一半 有人幫你搖醒啊 然後有人在你耳朵旁邊 跟你講話啊 做此類的 好 網路上謠言 我們就不要講了 我們講真實的 還有哪些駭人聽聞的靈異現象 我們講真實的 我們講兩個 一個是因為剛剛講到 過去很多的一個網路上的謠傳 所以又是水果日報記者 超有實驗精神的 他們就決定 他們就決定去睡幾個晚上 看到底阿飄會不會來干擾他們 所以他們就租了幾個晚上 他們租的是七樓 就第一個晚上 確實是沒有遇到阿飄 但是 但是發生了一連串神奇的事情 我剛說他們租的是七樓 他們就是 他跟攝影記者明明要去一樓 一直按一樓電梯 那電梯不是有可以按的嗎 他就一直按 奇怪 這個電梯就是不往一樓走 電梯就是一直往樓上 一整個晚上都是這樣 當然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用科學根據去解釋 那個電梯 電梯 繡斗之類的 好這個是可以解釋的 那另外一個是 業界比較有名 而且普遍被證實的是 有一個遠景 他那時候就是 被分配到附近的一個分局 然後剛才有提到 因為幾星大樓的房租比較便宜 他就想說好嗎 那剛來台北打拚 那他就是存一點錢 所以我來租幾星大樓好 這樣存錢的速度會比較快一些 所以他那時候就跟屋主約好 他來去看房子 結果他就發現 對方好年輕 長得很漂亮的一個小姐 就跟對方聊天聊了半個多小時 後來又出現另外一個人 然後另外一個人他說 我是屋主 你看了結果怎麼樣 結果那警察他就嚇一跳 我剛跟我聊天的那個漂亮的女生 不是屋主嗎 他就立刻轉過頭來 要去找那個漂亮的女生 發現 他見了 結果這個警察就 就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當場問這個屋主說 我剛剛我找來了 而且我以為我在跟那個人聊天 那個人就是屋主 原來屋主是你 那屋主就問他說 那你在跟誰聊天 他就把那個漂亮的女生的樣子 身高長相樣子描述了一遍 然後屋主非常害怕地跟這個圓景說 那個是之前跟我租房子的女房客 他在幾個月之前跟他男朋友 有一些聊得不開心的地方 所以他就想不開 他就往生了 所以在跟他講話的那個女生 是他的前房客 而且是已經往生的前房客 這個是某位警察他的真實的一個故事 但是他說他因為遇到這件事情 他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所以他就後來有把這個漂亮女生 因為他已經往生了 就特別去幫他做一個祭拜的一個動作 然後事後他就說他這幾年 就是一路還蠻順遂的 不知道跟就是固定去拜他有沒有關係 對 這是比較有被證實的故事 但是我相信他應該沒有租那個房子 他沒有租 他沒有租 對 如果他還租那個房子 我就佩服他 如果這樣子之下他還租我就佩服他 對 但像這些 當然都不像影響到房價 或什麼這些 這個也許你說鄉野傳聞或什麼 但是不管怎麼說 這個房子 有人就是覺得 只要第一我有利可圖 包括租或是買 當然都會有像這樣的事 可是史未 我們剛剛就有講 你治理行間隱隱藍有說 有一些人就是有凶宅 但是他就不老實告訴你 那他們會有哪一些的方式做漂白 好 最常的漂白就是用人頭的方式 就是我買了這個凶宅 我在賣給了彥立 好 彥立也不知道 那如果再多一次 彥立在賣給正義老師 沒有人知道這凶宅 只有我知道 所以當林正義老師跑去把這房子賣掉的時候 他漂白了 所以三折原價賺七成 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時候你還是要去搜尋一下 你一個地址去輸入一下 因為如果曾經法拍過的房子 他會地址被揭露 至少圈圈可以看得到 發生什麼命案也是圈圈有被看得到 所以要輸入一下 然後第二個是出租 就是我去買了這個凶宅之後 我租掉 但我沒有跟房客講說這裡出過事 我就租掉就好了 對啊 你也住得很開心 你不喜歡住 好啦 我就退租就算了 繼續再租人 也是原價賺到 那個投資報酬率也很好 因為像那個景星大樓 大概一個月一萬塊左右 那當你去買一間便宜的小套房 大概三百萬就有 正常已經三百萬 法拍價一百萬多 所以那個投資報酬率非常的高 好 那第三個就是 有人專心去收凶宅 這一棟修完之後 拆掉重念 就等於是打掉重念的意思 但是有一個很有名案 叫做薑紫萃分屍案 我想你知道 台灣第一個分屍案就是這樣子 可是它不在薑紫萃 對 它是在濟南路的某一條巷子 好 那 早些年我在做房仲的時候 我們的那些學長姐 都不敢經過那條巷子 沒有去看房子 只是經過那條巷子都不敢去 因為覺得去那邊就陰生的 然後只要去那邊帶看過 回來就會生病 後來大樓變成七層樓 還九層樓的新房子 那學長姐也知道他重新改建了 但是沒有人敢賣那種房子 就是房仲不太願意賣那一棟 小房仲願意 因為便宜 大房仲不願意賣那一棟 因為知道說賣這些棟一定會有問題 那住進去也會有問題 到時候還是要退屋什麼麻煩 所以就是打掉重新建造 是最後凶宅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史惠說的 打掉重新蓋 就是我們所謂的塞地 就是那個基地拆掉之後 然後基地重新塞化太陽 大概要塞一年的時間 那變成說重新再蓋起來 其實我們所謂凶宅 是指那個建築物 不是指那個土地 所以你房子後重新蓋 變成新的建號之後 當然就沒有凶宅這個問題了 OK 好 那當然這些都是一些 成本的一些的支出 但是重點是要有良心的話 發生所有的一些的狀況 都應該要照實的揭露給 不管是賣方 或是租房子的一些 買方或是租房子的一些人知道 但不管怎麼說 不管法派或是兇宅 總是有它的利潤 可是還是回到那個前提 八字要夠重 對法律的每鋼 對人生包括人脈之間的經營 都要非常的好 黑白兩都要非常的熟人 是不是真的可行 或是真的有利可圖 那就好好的評估囉 現場 再次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正前有詞 我們下集節目 拜拜